他依然是有40個潛珠 我覺得Ruber這邊A勾沒有像剛剛那麼大 選擇平跟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Ruber在這裡用一個A勾銅色選擇的槍口位跟住 好 彈軒的石鉤雜色 最後排也是不錯的 選擇在前位在中位選擇跟住 那這裡他們註定是看不到翻牌了 Pofa的機率很好 終於冷到了一個SK又有好的位置 76萬5000 底次已經有20萬5000 那這裡大概率還是一個全下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破壞 不在兩倍 只要一倍 因為我們在前幾倍 然後兩倍 三倍 3.5 欸勾啊!不錯的手牌,可是我猜他還是會忍痛蓋牌的 因為目前他的籌碼也是岌岌可危啊,不能很輕易地去跟住這個81萬無前 一旦跟錯,他的籌碼就只剩下20萬左右了 20萬可能還不到一點 這狀況就跟剛剛我們的DivenTown一樣 他剛剛DivenTown是一個在小盲Limp 然後有2-3加Limp之後,我們的Angel Robert選擇拿一個AKOIN 然後Diven只比他多2-30萬而已 結果他這個QQ在Bubble Time還是選擇跟住 那其實QQ在Bubble Time去跟住其實是一個沒有到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決定啊 你還不如直接去OIN 因為你這個QQ 如果他想要去充款軍的話其實還可以啊 就是用一個頂級的一個牌率去做一個 WOW!3加都進了啊! 好,我們彈圈也上來了 像這種牌1對1彈圈應該是不會跟的 可是1對2彈圈就是一個不錯的期望值去跟 他有32的絕對盈率 對,之前我們有聊過啦 就是如果2加ALL IN了你是90同花或死溝同花,你就可以選擇跟住 死溝不同花稍微弱了一點 但可是方向是對的 看你因為死錢很多了 這裡可能在錦標賽就生存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但是想要去拿冠軍的話 就跟我們的Divantown一樣 想要拿冠軍就要去 take the risk啊 就要去享受這樣子的波動啊 短牌是冒險者的遊戲啊 彈圈這樣子一個跟住 來看一看能不能為他獲得一個生存碼的機會啊 那這個也是一個我們破壞要回到健康籌碼的一個好機會 目前是一個247萬的主持和70萬的編持 看一下翻牌 7、7、6 6、7、7 目前來說是對我們的破壞最好的 也沒有黑桃非常好 那麼他們兩位玩家目前加起來只有5張出牌 看一下轉牌有沒有一個增強 轉牌的9是多了4張8的出牌給彈圈 給彈圈 給彈圈 810勾啊我說 OK 4張8、3張10和2張勾 一共9張牌 來看一下往上往下發 看破壞被頂住呢 我頂住了 破壞頂住最好的一張牌 破壞這一把算是一個去破壞 那我們的彈圈是直接被淘汰在第六名 可以不堵了 不堵 不堵 人聽不堵 我笨著冠軍去就不堵了 好 我們彈圈也說了 那這個跟住啊 在總體上是 呃 根據ICM的攻勢啊 是一個不合理 但是笨著冠軍去就絕對不會不合理 我很欣賞這樣的勇氣 340勾 220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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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做了一個 20勾的下注 一對99 場上只剩下五名玩家 一對9啊 直接在槍口加1的位置選擇加注 做了一個低頻率的加注啊 試圖在翻前就拿下底池 那王強一個A勾 不是一個很適合面對加注的可以玩的牌 這邊是直接蓋掉 我這邊要傾向你直接蓋牌啊 他又要想一想 面對一個槍口加1位的加注啊 他還有180萬的球馬 用了一張岩石 這個翻前的決策啊 第一步就已經非常的重要了 面對一個前置位的加注 那叫A勾 在中置位 怎麼去處理 他要考慮的是對手的範圍啊 因為他目前還好 因為至少是沒有投入 他選擇蓋牌 非常冷靜啊 非常冷靜 秘定對於前置位的加注範圍啊 他這裡的A勾 是的確 完全的被壓制了 對手可能有很多的AK A圈 那我們的ANJROBO這邊 呃其實 他只剩下60 15000 那這個QK 我覺得在這個 這邊 我覺得 有點尷尬 可是我覺得這個牌有點太好 可以直接O-IN 當然我覺得你可以選擇跟注 有中一隊你就打完 這就很OK 可是如果 如果沒有中 他現在面對的情況 就跟王強差不多 對 不過他的牌是比較好的啊 他的牌是可以有一些跟注的空間 似乎是選擇做了一個跟注 跟注了自己三分之一的籌碼 來看一看 有任何的捉黑 任何的隊子 那就上了 啊上了 那只能上了這個 後手只剩465千了 底池已經來到475千 那這個頂隊是GAP掉了 而且看到這個面他也比較開心啊 中了圈 而不是K 因為這個時候這裡 前置位加注範圍裡面啊 可能KX的組合要比圈X的組合 稍微多一點點 好 那我的N9我只能跟注 那選擇做了一個跟注 看一下 九九對K圈的對抗 目前他是由六張出牌 兩張九的三條激咒 以及四張勾的卡順擊中 如果這手牌他輸了的話 我們的 CHIP LEADER就會來到560萬的籌碼 喔直接擊中 直接擊中一個 九 那四張勾反而是對手的出牌了 看一下 合牌一張八 那麼我們的 恭喜他 這是在我們黑 也不是黑閃 應該恭喜他 首次在Triton Series的比賽 第一次進入獎金圈 他剛剛說這是他的第一個獎金圈 好 那也是恭喜他獲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績 獎金是三百四十二萬 兩千四百九十四 然後我們的破壞 在槍口的位置選擇了 沒有選擇 上帝給了他一手AA 他選擇跟注 排來了 沒有辦法選擇 誒 後衛玩家都沒有牌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會有小動作 我們的米吉塔現在有一手六七雜色 還選擇跟注 王家選擇過牌 翻牌來到九九十啊 那麼兩位玩家有一個擊中頂隊 但是我們的AA超隊啊 在這個面上 還算是可以 選擇過牌 我們的Greenwood在這裡選擇下注五萬 做一個試探型的小注 那我們的七六是沒有辦法去抵擋了 那七十沒有成長空間應該沒辦法抵擋 那Pofar這邊雖然AA 可是我不覺得他會選擇很激進的一個 過牌加注 應該是一個 跟注吧 跟注的一個控時的 慢慢的 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選擇過牌跟注到 合牌 因為在一個平跟底的對手 是很有可能是有九的 那我覺得這邊過牌跟注 是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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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原本說拜託你別有九 這把 拜託你有九 最好不要有兩張 呵 看一下這裡 我們的Greenwood啊 一手十 他也不確定對手什麼牌 對手在前置會選擇過牌 他很有可能再打一發小的 讓對手 假設是買順的話 去做一個支付 然後再合牌可以輕鬆的碳牌 不然這邊就是 他過牌的話 變成是合牌 也不知道怎麼抓 後門炸彈 後門炸彈 這個牌都不知道大家要怎麼打的 這邊可能POPA要跳出來主動打 因為他本身有一些買順的miss啊 所以我覺得這邊可能要轉 就是轉向是炸虎的一個bet 我覺得這邊可能要打一個30萬 讓對手 打重一點 對阿30萬或45萬這樣 因為對手這樣子 如果有一些九的話 也可能會來抓機 應該是不像有九 九有九會繼續打 現在就要Value對手的死 他隨著炸 下注40萬 果然一個超齒下注 就是讓對手 就演一個偷雞 讓你抓 對 因為其實這邊POPA看起來很像 勾圈阿 勾K阿 QK這種牌 那你這邊check 對手大部分的 如果大部分的牌都會確認 對手基本上沒有九 你現在就要打給對手 有一種死去抓你的一些順的miss 而且這兩張AA在合牌是蠻隱藏的牌 打得非常好 因為這裡對手能讀到 他這裡能下注40萬的牌 其實很少很少 對啊 那肯定不可能想到對手能有AA這麼大的牌 對 所以說他會想 這裡你忽然在前面過牌跟住 過牌過牌之後 你合牌跳出來打一個40萬 是什麼牌 對啊 那很有概率是來抓的 他有可能會覺得 你打40萬就是不想讓我跟 就不想讓我一張10跟 那又有點像A死 然後 然後可他自己手上又有死 擋掉 這把我覺得Greenwood可能會抓 真的喔 很有概率抓 很有概率去抓 因為這邊POPA是很多miss的 POPA如果單張9的話 會不會打這麼大 也不怕他有A 哇哇哇哇 蓋掉了 哇 真是顧縫阿 厲害 這回他是在一個槍口加1的位置 面對前置位Greenwood的一個根柱 拿到一個A8銅色 四人桌的A8銅色 又陷入了班前的經典的場考 直接選擇ALL IN 看一下後衛有沒有 能夠抵抗他的 WOW 喔 POPA這把要上了 這太大了 這個秒上了 這個秒上了 8波太很違改 這樣這邊還是要上 這邊總共要上 他一定是 圈圈一定是領先他的ALL IN範圍 並且 他的頻率實在有點太高了 平率有點太高了 平率有點太高了 這應該是要上 他現在考慮著 除了排力之外 更多的是一個籌碼分佈的問題 Greenwood現在有290萬 我們的Mikita有857萬 他現在在問王強有多少抽馬 他現在如果一個 其他短碼都差不多的狀況 他現在好像是最少 所以應該要跟 哎呀 UFNS 好 我們的Mikita也知道 被跟住上來 就凶多幾少 但看到隊友圈圈 反而有點開心 好像要比一些 AK啊 A圈這種牌好 好 91010 OK 3張K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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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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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 可以为他帮到反超 看一下盒牌能不能出现神奇的圈 这只剩下两张牌了 百分之七 没有发出来啊 没有发出来 出现了一张骑士 并没有出现一张圈啊 那我们的颇发很可惜啊 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第二第三第四 第二第三第四 那也同时拉获得四百四十万港币的奖励 诶 红桃九十非常好的一手牌 先给我选择一个平跟路持 红桃九十这手牌非常好 哇哦 圈勾和A圈 很有可能会all in哦 我们的B学013 圈勾这手牌很好了 在三人桌的时候 但是这把all in 就是被我们王强会跟路 这一定要跟啦 他的频率实在太高了 如果A圈都盖掉了 这个游戏没法打了 这等于不断的for牌 这等于不断的for牌 不断的盖牌了 古人 那王强这里要跟啦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这里就算输掉了 输给他一百四十万的话也还好 他还是有将近一千万的一个筹码 好 果然是选择了call all in 那么这里是一个勾圈对A圈 看一下这手牌 如果王强成功顶住的话 他是有达到三百万的筹码 那么我们Mikita会来到九百多万 目前还没有什么都没有发出来 暂时顶住我们Mikita只剩下三张goal的机会 一个二八开的出牌 他也没有一些后门铜花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蛮难发出来 可是有一个九或十的话 就可以帮助到Mikita 会有更多的机会让牌可以 喔 哇 转牌就出现一张 转牌就直接击中了一个 变成我们的王强只剩下A跟10 可以超回来了 那看来我们的Mikita 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Final Table的天选之轮呢 看一下盒牌 会不会出现A和10 一张K 那么我们的Mikita 是成功地淘汰了我们的王强 哇 现在有个筹码绝对压制性 也恭喜我们的王强 成为我们本场比赛的季军 拿下了570万港币的奖金 那剩下就是我们的Sane Greenwood 跟我们的Mikita Fish 2013的对决了 真的是 而且你有很多精熟练度之前 而且你有很多精熟练度之前 真的是你有钱还买不到 呵呵呵 那这手牌我们的第一手牌 就勾勾最上K圈啊 那Mikita要打得凶一点 这手牌就打完了 这如果翻前如果有动作啊 做了一个18万加注啊 Mikita这里有勾勾啊 不很好打翻后的一手牌 这手牌翻后不太好打啊 他应该要翻前做一个比较大的底子 可以直接问你了 也有很多耶 我觉得应该会做一个3B吧 还是蛮多 还是蛮多的 好 选择做一个跟注啊 跟注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有位置 但凡作为家族 这手牌可能翻前就打光了 哦 没有帽子 那对他来说还算可以 而且他手上两张钩是 阻挡了很多对手的一些 买顺子的组合 他这时候就不想要开出勾了 开出勾了又有点惨 什么都开不出来最好了 对他来说 他需要保护啊 这里一定要做一个下注 对 应该是要做一个 我觉得不用打很大 打个半次就够了 差不多 18到25 18到22万吧 甚至他有可能打得更小 不一定 他应该不会打特别小 因为 这个时候 对手的范围里面啊 也是有一些两高张 或者是 在这个面上其实蛮湿润的 看一下他到多少 25万 不想让对手买 要保护他的勾勾 我们的K圈 两高张 没有后门花 就全买两高张 还有一个勾 看一下 在他眼里肯定有六个奥子 可能有十个奥子 所以面对这么重的一枪 还是选择扛 转排出勾就有意思了 一张9 那还好 一张9 对于我们的 FH203说是不错的一张牌 好 那我觉得这边FH203 很有可能再下一个 因为毕竟这个9 不太是对手的范围 那如果这边打对手 真的敢加出来的话 那就盖一盖吧 还是要下注50万 那 我们的Greenwood 应该是全盖牌了 我们的Greenwood 这手牌 这手牌啊 做了一个跟注之后 我们的FH203应该会选择做一个加注 还是选择跟注了 好像 直接过牌 打翻后了 很有警觉性 击中了一个勾 88勾 那对手的K也是被废掉了 那只有一张Ace 暂时可以成为出牌 好 好 我看这边的K是 5K的下注啊 他是Ace King 有一定的低档空间 因为对手这里会有一个非常宽的范围 做一个加注 但是他也要考虑到对手的一些组合 如果对手没有中勾的话 会有哪些组合 圈10 圈7 做了一个加注啊 然后选择了一个购牌加注 把他的Ace King 想打成一个炸虎牌 这样子对手 也不是炸虎牌 也是其实对于一个Ace King 高张的一个保护啊 在这样的干燥面 Ace King 本身是有一定的摊牌价值 同时 也容易是在后卫啊 就是说这个摊牌价值不是很高 就容易被在后面两条街反超 被对手击中啊 如果对手是圈10啊这些东西 做一个加注啊 希望对手的一些空气能盖掉 那对手选择跟注的话 那么他大概就知道了 至少有一张勾了啊 那调除这张圈出来之后 呃 他不只担心对手一张勾 而且这是平跟的底次 那他没有选择做再翻前加注 对手有8的机会也蛮高 尤其还跟了他的一个加注 他这里一个比较好的木啊 是再做一枪 对 因为还有一个卡顺的机会 对 30万左右的下注 35万左右 看一下打多少 27万5000 一个30万左右的下注 30万不到一点 这个时候就很像是value了 他打得很小 那么很像是 很像是要抓他一些 击中的一些价值 我米吉他现在是 有点困难 选择再跟一方 啊 用一个27万5000 去跟注一个136万的底次 合牌如果发张10 哎呀 跑跑顺 我可以去算命了 真的是可以去 合牌如果发张10就来 哎呀 这个10 那个10反而让Greenwood开心了 那Greenwood应该就要再继续打 那这里肯定是中拳啦 因为对手一定是有东西啦 Greenwood已经打了两发 对手都没走 那么他这里 手上又有一些 又红星K的阻挡牌 他不会太担心对手 有花的准备 至少是一百多万啊 我觉得 应该是个一百 有可能这两百万有可能 打一个满区吧 因为后手两百二十万 他 直接O-in吗 直接O-in有点夸张 我觉得 也不是不可以哦 刚才就打满 因为这里是至少一个一百万 到两百二十万 打满的一个 尺度都可以 都合理 他现在思考啊 对手有什么东西啊 这里对手有葫芦 也没办法啦 这里葫芦是一定是啊 葫芦是要支付的 因为这么大的牌 两个人单挑 你还要趴对手有葫芦 直接O-in吧 你只输了几个组合啊 八勾八圈八十 一些 勾勾圈圈实实 没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直接O-in蛮不错的 对啊 哪有这么多东西组合啊 这些 这些对手葫芦组合 在对手跟注的范围里面 不到百分之十五 不到百分之十五的组合 直接选择了一百一十万的下注 打了自己一半的一个 筹码 看上去如果要偷鸡的话 的确是相似 一百一十万很重的一个注码 我们的米吉塔 既然选择在翻牌用顶对 跟注了两条街 那合牌 出现一张十之后 对手范围的确是极化了 要不然就是 他读不到对手S-King 但是要不然他会觉得 对手从头到尾就是有八 要不然就是 从头到尾就是在偷 对 那这边如果真的推出来的话 他也知道自己输 哇 盖掉了 那就给你吧 那这手牌 跑跑 就算是让你偷掉了 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筹码优势领先 这手牌为我们的Greenwood 是拿下了一个 六十八万的筹码增长 他现在来到三百六十万 他们对于游戏的理解 也是非常的透彻 就是换来打短牌 成绩一样是非常的稳定 应该不能说是好 就我觉得一个好的扑克选手 并不是说他成绩有多好 而是我觉得这个扑克选手有多稳定 我觉得稳定才是一个 厉害的一个扑克玩家的一个指向 我是这么觉得 好 过牌 大了 分持 杂色对上圈七 同色 那么圈十是击中了一个中队 目前来看 他基本上是赢下了这个地尺了 对手的赢率不足1% 只有一个13%的平局概率 只有一个13%的平局概率 转牌来到一张K 那么已经是没法赢了对手 就看能不能做一个分驰了 湘前的是为止 圈十是为止 尽量的五% 超重打率 尽量的五% 圈10是为止 33是只有了一张质虫的 两张购乘 我们要不要赢 尽量的二张刀 这个牌做一个跟住 是合情合理的 跟住之后 底池来到64万 合牌一张方片8 我们的FH2013是没有任何的 开牌价值 但这里如果他选择做一个 炸狐的话我们Greenwood很难跟 跟不动了 只有一个10的队子真的跟不动了 他赢对手范围里的 组合也非常少 其实这个牌面上 对手能完全miss掉的 组合真的好少 在这样子一个组合上 而且对手在 翻前也没有做加注 那么一些两高张什么 就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什么组合能miss掉 这一把是两个都可以进行游戏的 一个牌 我们的Mikita选择了一个平根 看一下 这手牌K圈对上了18 我们的Mikita这手牌是可以的 一个蛮大的队子 在一个平根的状况之下 这边选择下注是OK的 而且这手牌已经蛮大了 它不但是有一个卡顺的听牌 而且是一个坚果的听牌 同时还有一个后门坚果花 所以这手牌其实游戏性非常高 哪怕这里面对对手的一个加注 合理的范围内斗大学呢 去下注之后跟注对手的加注 那圣哥伍这个牌 除了它可以后门瞬啊 后门花啊 哇 直接中啊 直接 哇 这边一边中瞬一边中 对带花 两边都还有可玩性 两对带买皇家童花顺 呵 对 两对带买皇童啊 那我这边三军我应该选择下注 它要去阻挡对手的一些买牌 也要从对手的一些两对三条 乱七八糟的牌 击中的手里拿一些价值 那这里它如果打二十多万 轻松的会得到支付啊 那二十一万的下注 我们的米奇达得到一个二十一万对七十四万的赔率 非常划算啊 而且还可以再买红星 差不多一比三年四左右 还可以买葫芦 非常划算啊 这个牌它的出牌太多了 它不可能在这里盖掉 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标准的 值得用来跟注的牌 而且还有一些摊牌价值啊 因为我们的 也不排除我们的深滚物会做一个bluff 所以说它这里 不会去拿来加注啊 跟注就好了 哇哦 中啊 非常大 哇那这把也可以让我们的 深滚物 也是第二大纳子 受了点伤 它的前卫啊 可能要直接主动的去拿 拿价值了 那只输一手 只输一手九十红桃啊 只输一手九十红桃 就基本上不可能对手九十红桃 哇 做了一个五十万的下注 那我们的深滚物的 合牌被超越了 他还是知道这里 对手 但这里因为是短牌的单挑啊 这样子一个抵持中 对手 有花的组合 也就是 那么几张 他手上没有花 他有一个坚果顺子 面对这样子一个组合 其实是 一个可以防守的范围啊 果然是防守了 因为对手花的组合太少了 好 哇 那这一把 让我们的深滚物 充满剩下两百二十万 对手这里的炸弧组合 远远的要比 他的value组合多 做了一个跟注 那我换我们的深滚物 这个 勾圈也是翻后 蛮好进行游戏的结构牌 翻前也是可以推的 看他怎么考虑 想要去做一个波动 把两百多万的筹码拨回来 还是 还是做了一个过牌 去打一个很好的翻后 7 8 9 我们的米奇大师 击中了一个顶队 对手有一个两高张卡顺 目前的权益差不多是持平 两位玩家选择都过牌 一张ace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张A反而是攻击牌 这张A反而是攻击牌 这就是现在过牌 那我们的深滚物 那我们的深滚物 来下注一个十万 它的权益也是还不错的牌 选择做了一个跟注 合牌 一张K 那我们的Facial 0.3是增强到了 K9两队 这依然是一个单六成顺的牌面 Greenwood这里勾圈 开不出牌 继续打 还是一个满持 稍微把顶队没有抓着吧 两队抓不抓呢 哎呀 是两队应该是 我发现米吉他很喜欢说 哎呀 哎呀 好可爱啊 但我觉得两队应该是会抓 你怎么又打呀 因为这一张六也成顺 那抓到了 两次被偷鸡抓到了一次 那也是非常平衡的一个收支啊 哇这Ruburn没有开这样K还真跟不了 Ruburn没开K可能跟不了了 90太差了 90肯定跟不了了 哦这手牌 哎呀 这手牌 一百五十万很筹码 走远啦 那我觉得这把 打光了 应该会先做个平衡 然后 他应该还是会做一个 Sane Greenwood应该要All-in 这里但凡番前有一个人 做激进动作就打光了 我觉得Sane Greenwood应该要All-in 哎呀打光啦 埋伏了 打光啦打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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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个前逐而已 肯定打光啦 这个牌你是不可能过牌的 好All-in 秒扣 终于哎呀 终于秒 终于终于逮到 换我们的Greenwood说 哎呀 Ruburn twice 发两次好不好 有一张圈的几种 那还有两张圈的出牌 可惜跌了两张六 不然他发K还会赢 至少是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看一下 我们的Sane Greenwood 在转牌 能不能赢来 能不能赢来 K K K也没有用啊现在 哇 击中了一个 击中了一张红桃圈啊 他剩两张S了 击中了一张红桃圈啊 击中了一张红桃圈啊 这张圈 又是为他带来了一个 哇 那这个翻杯回到三百多万了 那又有的魔了 原本 看一下盒牌啊 好不容易埋伏成功 却没有收下来 转牌的一张Judis啊 红桃圈是 为我们的Greenwood 拿下来一个 翻倍 在关键的一个翻倍啊 好 90对80 最后排我们的Greenwood啊 90是一手 手很好的牌 哇 六七 K 那么两位玩家 都有一个互相搅 对手手里的一张 踢脚的一个出牌 都有卡顺 好 我们的米吉他有一个后门花 过牌之后我们的Greenwood 再思考 底池有二十万 它有一个卡顺 可以做一个下注 做了一个最小下注十万 半尺 看一下我们的米吉他 谢谢大家 好 转牌来到一张9 那我们的米吉塔是成功地卡到了9顺子 Greenwood也有一个9的击中 面对前置位的一个过牌 米吉塔这个80是非常隐蔽 一个卡顺 好 我们的Greenwood现在是有了摊牌价值 它可以在这一旋都不打 可以控制 而且它有一个长大的空间 所以我之前选择不打 或选择打被加就会盖牌 可是应该还是选择不打会稍微好一点 好 果然没有打 那么合牌来到一张K 8值这里可能会考虑做一个主动下注 去索取一点Value 40万的Pot 如果把对手架在K的话 K在转牌会不会打在米吉塔的眼里 这里可以下注满池 我觉得应该会下一个满池吧 40万左右 甚至可以打一个55万 甚至可以打一个55万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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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选择 一个80万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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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卤 两倍吃 两倍的超时下注 其实这里有点暴露 这个拿 哇 真的抠了 哇 三根木的头好贴啊 哇 真的抠了 因为可能是刚才自己做了太多Bloof 然后觉得我们的Mikita也会开始Bloof 他也在摸摸头在想 我为什么会抓 久怎么抓得多 可以看到我们圈圈 对 A6 那如果这边三根木平跟 可能会遭遇到我们的P63直接的Owin 做了一个加注 二十万五千 那如果反而这个加注 我觉得2013 我们的Fish2013 反而会觉得小心一点 选择用跟注 因为他是A6 最小的A6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会选择做跟注 甚至他会想这里A会对手压制太多 气牌都有可能 不过应该还是会选择跟注 因为他 对 毕竟同化牌 而且在短牌里面 这样子的牌 翻后游戏性很大的 就没有任何牌有优势 所以说 不太会在翻前直接盖掉 那圈圈看到九勾勾是还算不错 不是一个很潮湿的牌面 而且并没有看到高张 没有被盖帽那就很舒服了 他这里可以选择再做一枪下注 同时拿Vider的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圈圈 不被超越 45万的地址 他可以下注25万到30万 选择扩牌啊 好 这边双方都选择了一个过牌 转牌来到一张六 那这边三个人物应该要选择做个架子下注啊 做了一个满池下注 那A6不知道这里跟不跟呢 又面对对手的满池下注 转牌到六 我看他带来了击中 那我觉得这边应该还是要选择一个跟注吧 因为毕竟中了一个六 那对手有可能是一个bluff 他还有个装甲位置的优势啊 跟注 跟注 哎 和白会不会来到一张六啊 RUN A RUN的 跑跑六这样 对 跑跑底葫芦 说不定红桃六 方片六 只有红桃方片六 一张七 梅花七 那我们的圈圈 目前还是OK的啊 在这个牌面上 那群圈这边会选择一个 那群圈这边会选择一个 过牌的跟注吗 或者这边直接会选择一个WIN 直接选择WIN啊 那一对六 应该是扛不住啦 跟不动啦 这个太难跟了 所以如果你有勾的话 你去跟我觉得还差不多 这个六跟不动 又是一个超池 双方都在超池下注 然后都是在架子下注 好啦 选择盖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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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是我们的 我们的FUGE2013 诶 这手牌K勾好像翻前也是 可以直接做一个很大的加注啊 或者是他其他 也许他会选择LIMP 然后去埋伏有可能 因为 直接WIN了 直接WIN了 那K勾 K勾 蛮尴尬的一手牌 K勾 很尴尬 可是FUGE2013 也不会推太烂的牌 K勾好像比较不适合去跟吧 对啊 300万 看他想不想做这个波动啊 面对对手哪怕A圈啊 他K勾 还是OK 对啊 哦 跟了啊 哇 直接K勾就有跟啦 看到对手A勾就有点尴尬了 诶 抓了抓脑子 脑子 我们的MIGITA也是 微微一笑 A勾遇上了K勾 哇那这边是完全是 算是被一个 被一个统治的牌 被压制了 如果开一张S出来就麻烦了 看来我们MIGITA 现在离她冠军又更接近 他现在已经有 数学上的62%的概率啊 能直接拿下冠军 看一下我们的转牌 我们的翻牌 哦 一张勾 一张圈 那么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依然是三张国王的出牌 再转牌 一张梅花石 哦 多了 一些出牌 多了4张9 3张A的机会 对 把K给替换掉了 有七张除牌 7张除牌 看一下盒牌 盒牌是一张十 那么我们的MIGITA成为冠军 好 我们的Sam Greenwood 终于在 这手牌的对抗中翻前 用K勾接下了A勾的All-in 那么输掉了这场比赛 哇 虽然我们的Sam Greenwood 是拿到第二名 可是他还是拿到 860万港币的奖金啊 也是非常的丰厚啊 恭喜我们的MIGITA 麦子Kowski 也就是我们的FASH2013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收获了1330万港币 好 然后 然后 来 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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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